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多人都蝕一球 蝕一球 蝕一成 我想起以前香港有一个港英年代有个外国人叫扎克成 大家知道吗? 当时不是叫做财政师 当时叫做经济师 不知道经济及发展什么 刚刚去到1986年 应该回到英国批书 因为当时是三年代 当时港英年代的官员没有那么多 你见到现在的官员多到你没办法记得这么多 议员有九十几个 然后区议会又多 然后有些好像那些间谍的关外队 你现在香港那些吃蛇齿饼中的人 多得不得了 大家如果走过港英年代 港英年代最尾那时 彭定康走的时候 香港也只有五百多万人 你想想现在 七百多万人左右 很多都是流动人口 你看看香港的官员多到你记得都记得不到 几多局呢 又多了些分局 九万多人 如果你说英国佬当时是浪费 现在更加浪费 只不过 现在有读者留言 刚刚九月底的财赤 今届13亿 之前是九百多亿 这个绝对不意外 绝对不意外 所以我今早Patreon也说 波叔可能 我认为他不还得了 大家要明白 你做一个财赤的特首 或者是财政司 是很难做的 简单说一句 如果777上的时候 是现在这样的环境 我认为他不会上 因为你很难做的 你每一次问人都是 你不像那些极权国家 极权国家就不让你问 你不是极权国家 一会给大家看 那个当时777的年代宣誓 即是要效忠的 那个税务局的政务助理 只问了一封信 他签了名 他签了名 说宣誓的 叫他收皮 即是极权社会 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在香港 你又要扮民主 那你每天被人问 财赤 怎样 那你做一个财政司 或者你做一个特首 其实是很没面子 简单说一句 譬如现在习与职 我真的不敢说 他一定会去APEC 因为人家可能一叩口叩面 会想限到你姐姐 不出奇他也应该不必会去面子 人家可能一叩口叩面 说你乞与也不出奇 不出奇 你是在联合国 你是在APEC 在APEC的人家 就是叩口叩面 说你乞业 那你怎样 你打我 其实他未必会去的 你想想一样事情 他现在去到外国 我知道他要钱 我明白的 书专降季 我们习主席 但问题 他自己心里有数 你会不会拿到订单 不会 我们很简单 胜者为王 败者为购 邓小平所说 实事求是 你拿到单就拿到单 拿不到单就拿不到单 等于唐英年 我都说是适合他串 他说的 他上升的时候 当时香港是财赤的 你不要理什么政治原因 什么政治大气候小气候 他上升之后 然后立刻没有了 他又说得对 然后那十年 上升的财赤 都不知道什么财赤 那两个字都不会写 你不要理当时的政治环境 别人搞得定 你搞不定 大家都知道 陈茂波有什么东西 你说当时有没有党位 可能也有 那就可以看到 你当时的特首 和财政师 和你的班底 是有什么 你想想一样东西 唐英年 他和外国那些 其实的关系是比打拳的 做了几十年生意 你陈茂波是什么 都不认识你 你会认识你 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李家超就更加不要说 你打个电话去 别人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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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ohn Lear 你以为通理琴行 别人以为是你 别人不认识你 对不对 你说陈茂波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不是 唐英年 不同 认识了几十年 起码有些 单订过来 对不对 所以是不同的 你值得别人 对不对 现在大家看到 香港基本上有个名字叫做 虧一成 现在给大家看 你出的盘全部都亏 起码亏一件 有些亏两件 这是香港楼市的新名 现在已经是星期四 已经是4.37分 休息了 市场很差 有读者说 成交只剩470亿 有没有搞错 其实没有搞错 恒指升了18点 17,213点 好了 以往来说 19年前 香港的成交 如果是在这些长价前后 它怎样也好 700多800亿都有 有的 一般来说 它有145亿 现在你看到很明显 一般来说 800多900亿 一到长假期 即是没有了国内的资金 就只剩400多亿 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 是吧 你也看到 国内已经是 不是很关于 大旗市 它怎样也好 有些资金 你看到它 大部分的资金 都是不过夜 抽回来地 要捱多几天 是吧 鑽石九组合 139% 美银因为 现在 星期 四晚 未开始 所以美银就 继续在71% 这就是我们的封面 这就是我们的封面 楼价一卖 就时光倒流多少年 这个已经是 即是时光倒流十二年 即是2011年 业主 亏一球 算做 算做执身彩 其实 稍后我们再说 这个就是刚刚在 中秋 国庆假期之前的 29号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就年跌7个星期 总共跌4.41% 即是今年的 第1季 催化香港復常 跟着经济回来 所有升幅是全部 抵消了 全部没了 说起关于这个 观塘的海滨 即是这个夜斑分 其实你说如果近我家 我会去的 譬如说 现在在观塘 尖东 在这个 湾仔 你叫我 头踏尾 如果我在新界区踏过去 是要20多元车的 大家知道吗 差不多要30元车 那你叫我 搭30元车去吃鱼蛋 那我就不会搭了 但是你说如果在我家附近的 即是说你搭一程地铁的 那八九元我都会去的 即是我会去的 但是你说 要我 搭30元车 头踏尾 不只是钱问题 你不只是搭车的问题 因为你时间很久 即是如果我去湾仔再回来 只是车程的时间 都要两小时 两个钟 那你观塘更加远 即是我去观塘要 大概是一小时 七十凌八十分钟 那你想想 头踏尾只是车程都去了 去了接近三个钟 但是现在就说 如果长期在观塘的海滨 搞 这个民建联 就第一个出来反对 就说这个位置 大家都去过观塘海滨 我们 小孩在 观塘码头那里 我们小孩都去开的 海滨就是右手边那里 其实那个位置不算很大 一般的 你说现在这样的环境 我又赞成这个 颜语语港 他叫颜语语 这个名字挺有趣 就说那些 就是观塘的海滨 其实就是给别人去 休息一下 去吹海风 晚上坐在那里聊聊天 情侣在那里走走 就不是给你搞这些东西 大家要明白 这个我觉得他有没有说错 因为当时建这个海滨是这样的 政府有见及似 就说 未来的三年 会加开31度海滨 怎样开31度海滨呢 他应该说在海滨 做这些所谓的夜宾分的 摊档设施 是吧 我想他应该想这样 有个海滨事务委员会 我也不知道 在全香港 打算做多31个 好像那些 野猫式 好像那些野猫式 这里就做一档 这里就做一档 所谓的夜宾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当没有在 大时大节 内地人来香港的情况之下 你一做这些夜宾分 只会扯走它附近的人流 结果是没有变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和 香港的困境 你看到这个 别人做的 别人做的 数据是很清楚 现在全球都已经复尝 中国差不多是最尾 大家看到 今年的一至六月 中国内地 即是头半年 外国游客 有多少 843万 居然比日本更少 你想想日本地方比中国小 人口只有亿多 中国有十几亿人 哇 你连 日本的游客 都多过中国 我们就不会一个国家读 因为这样就有时间读 其实简单说句 整个中国来说 根据中国自己报出来 上半年 外国人 出入境的人次 都是843万 上半年 但2019年有多少呢 4883万 真是连两成都不够 只有17% 大跌83% 如果我们只是说上海 上海由一至六月 到访的外国人 只有75万 你想想 小岛 2019年是多少 是三百多万 但我们相反地 如果我们看 日本 和 新加坡 日本和新加坡 上半年的旅客人数 已经恢复疫情前的六成 未到巅峰 即使韩国和台湾 已经恢复到五成和四成半 你想想 你想想香港 如果不计新香港人 或者内地人 你想想香港有多少外国人 不计那些 我想 几十万都没有 即是上半年 可能 十多万都不敢说 因为我通街都看不到 外国人 即是你一不计中国 根本整个香港就玩完了 所以你看到 香港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样 在疫情之前 或者中间 曾经 777 说过要翻身 很多政府街市 翻身政府街市 但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 连领展 都开始有 有吉铺位 已经是 我家附近 有几个位 长期刺激了 疫情之前是没有的 开始领展的商场 已经有刺激了 大家看看 这个是香港仔的街市 你看 结束了 合约之后 26个 摊档 都不再租了 之前是租了 现在是不再租了 你想想 这个情况是多严峻 这个就是蝕样之城 这个其实都可以 200多万 他2000多尺 2000多尺 买入的时候 11年 3000万 现在他能够用 2900万买出 加上手续费 输250 算是输得少了 已经是 我们之前说过 在今次的中秋和黄金周里面 总共有6宗蝕样 5宗蝕一成 蝕一成的是谁呢 这个将军告 将军告 蓝房 三房 砍三球 单日5宗成交 全部是减一球以上的 将军告蓝三房 要砍三球 这里就太多了 已经是大家 每一个 都是一球一球地砍 大家看到 豁住 两房 我看到中间那个 307尺 都要砍110万 全部都要砍 其实砍得少了 另外 你看到 真是比97 你看到 香港 置业研究 十大屋苑 由今年年初 到现在 到今年9月 只有1908宗 注册成交 是1996年 英国佬都未走的时间里面 有纪录以来的最低 你说共产党有没有办法 我老早已经说共产党是没有办法 只会一日比一日 另外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美夫 美夫三房套房 有个套房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 自己改装过 半年要砍两球 因为是三房 要砍两球 即是说它是一千的 一千正常来说合理价钱 现在是八球 持货七年 大家看到是什么时候买的 2016年买的 即是楼市最旺的时间买的 持货七年 账面虧18万 如果扣除洗费 虧150万 叫做虧得少 我想中间他应该有出租 应该不虧得多 沙田第一城曾经被认为 是不会减价的盘 沙田第一城 你看一样东西 两房 三百七 那时候多少 那时候五个 五个 现在三百七 就搞定你了 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已经放了 应该是放了 不奇怪 你看到插到这样 两房 不是一般 他应该是四百多 四百多尺 应该是两房 都实用 当然沙田第一城 是非常之久的屋苑 这个葵冲的新葵方花园 这个应该是在地铁站位 我记得好像是在地铁站位 这个位置都好 地铁一出就是 一样是要减一球 其实现在你砍一球 最低要求 基本上就是你要砍一球 然后这个是白居仪 这个是粉岭 长华村 这个更夸张 虽然它是居屋未保地价 两个搞定 真是夸张 差不多车位的价钱 两个搞定 另外这个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中心的全层 它是23楼 全层包三个车位 现在就变了这个银主盘 3.38亿沽 5年 5年 有多久 即是2019年头 即是社运那一年 差不多是 你想想 贬值多少 跌了五成 跌了三亿多 跌了三亿多 2018年 2018年尾 我估计是 另外长沙环这个 真的比较便宜 一房 四折 120万 我真的多久没听过 香港的楼有120万 120万 遲些你什么价都会有 100多万的楼 差不多十年没听过 十几年没听过 我们当时买的那一层楼有多少 我们是九几年买的 4,950元的尺 一层楼有 比较 吊脚的 荃湾中心 两房 亦都跌穿了 三球 200多 这个就回到2014年的水平 即是十年前 洪山半岛更加不用说了 洪山半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弃得这么厉害 它弃一半 这么夸张 弃一半 现在卖 6,000多万 即是我们的股票 那些真是湿湿碎 你一砍砍砍 一砍砍砍 砍了5,000多万 这些全部有钱的 有没有小股钱 我不知道 这个我估计是小股钱的 你看到 新香港人 怎会吞3,000万辣椒税 两亿买 Diorstein 是不是真的傻得这么厉害呢 6万元一尺 原业主是三年赚5,000万 这个九成九成九的细黑钱 告诉你 我们之前也说过 在 疫情之前 香港的楼市 这么旺有很多细黑钱 我喜欢买这么贵 怎样 这些就叫合法细黑钱 那些钱就 浪来浪去 这样 令到 成交 香港很多 很多人想 想上车 完全上不了 马士亨 他说这个 是没问题的 他说 你如果 沽出一个 5,000万的物业 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差不多5厘息 你一厘收息 就收2,500 你用100多万来供楼 你一个月 十几万租 还有一半 就是 超过100万的现金 那就是英俊的 喂大哥 那我去哪里找一个 5,000万的物业 哥仔 喂 我有一个 5,000万的物业 我告诉你 如果我有一个 5,000万的物业 我老早就 卖了酒 去外国 我还放了5,000万 给你共产党收吗 对不对 你问我 我就不信 现在马士亨 那些 会拿着 这样的钱 在香港 你想想 一样东西 马士亨 富卫 现在去哪 都去了这个印尼 和佳佳 对不对 我觉得 钱他一定有 这个人 其实很幸运 很幸运 但是你说 埋身欲博 那些世界的股市 你千万不要去 因为一定死 这个人 他就是那些 很幸运的人 好像 好像 唐英年 但问题 其实我不觉得他真的会 他还有说 你现在叫我买楼 不要搞了 你想想一样东西 以他们这些人 大佬 吓一吓都当你偷僵的 在香港还会持有几千万的物业 持有5,000万 在香港做定期收息 不会吧 是都买了美国国库债券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说过 香港的 即是你现在搞什么 夜宾分 你坦白说 一人说 你不卖地 救不了香港 他想着 拦住供应 这些是 小孩子都懂的 供求问题 但是你拦住供应 这次你救不了香港 不好意思 这次香港的问题 不是供求问题 不是供求问题 就是共产党的问题 香港这次问题 不是供求问题 是别人都害怕了你共产党 好了 大家看到了 这个为什么叫做 蝕让之成 9月份 香港的二手蝕让 有82宗那么多 有82宗那么多 平均每宗都要蝕一成 即是蝕一球 蒸发了多少 1.69亿 另外超过两成个案 是什么 SSD 松磅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他不敢 松磅 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他现在 一切辣椒 我想楼市 立刻 沽 不是买 是沽 你这样沽 楼价 就是沽 现在香港这群 港英鱼业 他懂得什么 他不懂 他唯一懂得最基本的供求关系 我不卖地 楼价就不跌 你说呢 刚刚我们之前说过 就不重复 我们说过的 今年的均屋 刚刚就六二折 然后就抽签 我们都说了 说过很多次 你的借贷 最好不要超过300万 如果你觉得情况是严峻 最好不要超过200万 你正常 怎么都搞定 但是你如果借贷是300万 甚至之前那些 即是贵价的居屋 现在还叫贵价 贵价是 400万的话 你借400万 我觉得最好就不要了 因为你现在的息口这么高 你借400万 有机会 有机会 你现在一个月 借400万 即不是你家屋400万 你现在借400万 你有机会 如果真的去到以前 我们的那些7厘息 你借400万 你一个月就要还4万 真的 不是跟你说笑 当时我们很简单 你借多少钱 因为我们是7厘多息 你一个月就还这么多 譬如你借100万 你一个月就还1万 7厘息就是这样 如果你去到7厘息 现在就没有了 香港 你怎样也好 你三万元也要还 如果借400万 那你一个月就要还4万 那你怎样还 对不对 好像那个 升战的六十几岁 那样 在一个袋里拿把西瓜刀出来 你要是让我 取消按揭 否则 它不是砍你 它是我死 给你看 不奇怪 因为你现在如果 居屋好一点 因为你百分之五 但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以为百分之五容易上汇 行 我就借尽它 之前我们说过 400多万那个 你百分之五 那你就借4个 银行借给你 因为政府担保 好了 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你如果 那个 息口 是升到去 7厘 不敢说 你现在5厘 你只要400万 每个月都还3厘 你没了份工 那怎样 这些大家一定要看着来吃 坦白说 利方它不便宜吗 当然 它担住的供应 那些楼在哪里来呢 除了简约公屋之外 就加强 这个付户管制 就是 你看到它是有目的的 简单说 就是 尽量赶走你那些付户 多些屋出来 那我又怎样 我就不用建楼了 不用搞地 不用建楼 就可以保持住楼价 这些 就是 当年的港英鱼业的思维 令到香港根本上 是没有可能 可以提早给人上楼 怎样都好 我就一定不起楼 我宁愿建减约公屋 那个货柜 水泡了 泡烂了 连那个 做过货柜的成本 比一间公屋 我都怎样 我都不会再建楼 一直告诉你 我找不到地 为什么 因为要保持住供应 令到楼价不下 他说英鱼业 懂得做什么 不懂的 你一会看凌汉豪就知道 与林郑 如春一节 一模一样 你看到 凌汉豪就说 我不推地 商业 我不推 就保持住楼价 然后 下一季 只推一幅 大嶼山的住宅地 110货 大嶼山 大家说清楚 空置率高 不推商业地 有没有问题 有 因为 你的财赤就更加严重 是吧 你还在大嶼山的长沙 哥仔 谁去呢 找村长的女儿 他还说 第三季我有3200伙供应 我不推地 他说我们推地 就是用来达置供求 收入只是附带效果 我告诉你 陈茂波 真的兜巴打 你不出粮吗 那你怎么出粮呀 你现在看保地价有点少得多重要 香港有多少人交税 你当然可以的 他这样说是没错的 为什么 他三十几万个月 我没有问题 特区政府不够钱吗 我不知道 你跟我说嘛 就是这样 这些他们的想法 你看到手袋党的想法 一模一样 跟林郑做事是一模一样的 我三十几万个月 我根本不需要害怕 我管你干什么 特区政府没钱 不是吧 他根本没有想过 你现在要靠个卖地收入 所以你看到这班全班都是首都党 基本上都是林郑那些 那些师姐师妹 一模一样 好了 我们说回学校 一开班之后 九间中学 连续两年 即是开两班中一 即是怎样呢 杀德 不是这个南韩的杀德系统 是这间学校杀德 先有这两家 救世军 东区学校 很快 就会和 救世军 东区学校 两家小学 合拼 中原学校 金国学期 已经 不收 中一 跟玫瑰缸 差不多 慢慢拼入 这个围里 读者已经有留言 知道 现在特区政府 在剪较 资助 对于幼稚园的资助 我想都不用多久 政府就准400家幼稚园 加这个学费 他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加学费 准他加学费 然后津贴 当然你要申请 另外 如果你是 家庭比较紧绝 家长可以 申请学生 有这个学费优惠 大家看到 今年来说 他仍然 半日制的幼稚园 今年学费 就可以免收 其实就不是免收 大家看到 中位数是940元 应该是政府 津贴了 大家自己定来看 其实 今年的学费加幅 是很厉害的 有 有18家 幼稚园 学费加幅超过六成 9家加幅超过80% 全日制低班和高班 是由 6300元加到14000 加价8000元 只不过有政府补贴 或者如果你家庭环境有问题 可以问政府申请 超过400家幼稚园加的学费 最高是加近一倍 很夸张 大家看到 全年学费 大家看到下面 中西区的教训学校 全年学费 是33040 加到6320 加超过一倍 怎么办 这些是接受申请的 如果你的学校 有问题的 或者是很多 学校 申请政府资助 你就去申请 填表 有一次过 取得30元的勃款 总共有700 单的申请 今年一开学 资助已经超过1.6億 这个叫做小银码 所以特区政府就教的 因为只是在幼稚园 有读者就已经是流言了 即是说 富房现在建雄 刚才说过 即是说原本是900几亿的赤字 去到9月底 1300几亿的赤字 稍后我们会说 所以现在香港 都走了多久 差不多都接近 应该超过一年半 已经是 即是交通津贴 就没有了 去到10月31号 应该就不会再有过渡期 也都不会说 走到一半那些 就没有了回复正常 即是说你 每个月用够400元 地铁 这个白拉通 才会有回赤津贴 然后 就立刻给大家看 数字的资料 这个情况 就是由777开始要说 当时疫情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2021年左右 就开始有这个 搭车的津贴 当时就说 之前我们现在 拿到保贴 是要400元 每个月要搭400元以上 当时就不用了 200元 就可以了 即是你每个月搭200元就可以了 我都拿过的 即是我都拿过下的 虽然只有几十元 但是 即是你不行的 他还将每月补贴上限 由400元提高到500元 即是你最多 可以拿到500元 的白达通 即是车费津贴 有些人可以 但一般人都不行 但问题 在三年疫情里 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花了6000亿 去抗疫 接着现在extend了 extend了半年 去到今个月底 现在政府就决定 算了 不搞 也不再搞中间 本来说 不如由400 跌到300 不搞 直接就静悄悄地 将优惠消失 即是没有了 即是以前的 你400元 才可以拿到津贴 回复以前一模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钱 那连看牙 连看牙都要退到两年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预约看牙 坦白说 如果那只牙等了两年 就不用看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怎样说 有没有人真的等两年 你等两年 不如不要等 对不对 坦白说 会不会特意这样做 令你们自己去看私家医生 我估计是有机会的 我估计 顺便赖一赖 就是港大张祥这件案 有10个校董发声明 当然是赖校委会 挺复杂的 张祥是校长 现在移动的是校委会的成员 现在帮张祥是校董的成员 校董的那些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人 10个校董会的成员就说 你校委会不可以这样处理校长的投诉 他还说 其实呢 作为这个港大的校长 很多东西都可以豁免 是吧 例如我 买这个换车呀 赵平副校长呀 院长那些 全部都不用招标的 就是我说哪个就哪个 当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香港大学 根本上是完全不值钱的 那你和极权社会有什么分别呢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 就是政府或者共产党 让你坐这个位 接着你就有特权 所有用钱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 由校长说了算 那校长说了算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的政府说了算 跟 跟普京是没有分别的 是吧 就是你被一些这样的特权出来 你再说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的香港大学 根本上已经是 即是沦为都不知道 待会给大家看 香港其实很多大学是怎样的 很多大学已经是跌出了 别人英国一百名以外 这个鬼佬 立刻跳船 看到这个工程学院的院长 他虽然是暂任 即时跳船 他说不要了 不玩了 我做回研究生 我研究好过 是吧 不做你的工程学院的院长 是吧 你看人家说 无法与校长继续合作 合作不了 我们 是吧 你就看吧 是吧 你看看 那些鬼佬不会继续在你香港做的 我相信香港很快 是很快 是没有了所有的 我相信香港很快 是没有了所有的 就是外国 公职 学校 那些 我想很快就没有了 真的很快就没有了 你想想 人家是暂任院长 不要搞了 我怕以后 我回到外国的时候有问题 我做回研究算 大家看到 你看到最尾 你看到最尾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排名 我们也说过 你看去年排名 45的中文大学 现在是排到53 跌出了50名 科技大学 就跌到64 理大就排87 唯独有一间 就是City City就上去82 浸大也都由去年的501 去年的501到600 上升到301至350位 我相信很快 就是香港所有的大学 都会跌出100名以外 如果这样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在777的期间 迫大家打针 迫公务员宣誓 有一位 入职税局超过25年的 助理税务主任 他当时 最后有签 他2021年 签了 拥护这个基本法声明 但是在签之前 他订了封信 去有关部门问 签署为何我一定要签呢 怎样告诉人 我违反声明呢 譬如说我现在签了 如果有违反声明 怎样 为之违反声明呢 即是怎样 界定我做一些 不得你国家的事呢 他最后是签了 但问题 就是公务员事务局 我估计就是 当时的逼斟 叶德权 就叫他退休 你退休吧 正常来说 他未必要退休 可能他也是我们这样的年纪 问题就是 这个助理税务主任 入稳申请司法复合 喂 我问而已 我问一下而已 为什么你要我退休 喂 签之前问一下 很正常 但是 申请方就说 质疑他 是不是真诚地宣誓 因为你重复提问 叫当局回应 大佬你这样也可以 是吧 大家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喂 问一下没有罪吧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说明的 第一样东西 我不是一定要签吗 第二样东西 你说 如果我违反声明的 怎样 怎样为之违反呢 这个问很正常 问一下也不行 这样啊 你签了 不要紧 那你退休 那签来干什么 签来干什么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 喂 问一下先签好正常 对不对 你看到整个 申请人回归前加入税局 我想是96年那些 现在是25年正常 1997年 就是96年95年加入 现在是25年 我当他30岁左右 你退休 现在也是50年多 你退休吧 我告诉你 这个政府是没得搞的 问两句 你可以告诉人 第一 你一定要签 第二 这样就违反声明 就是违反 对特区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 没有人解释给他听 今天也没有解释给你听 怎样为之违反声明 然后就叫你退休 所以没得教 所以没得教 即是你签又死 你不签又死 另外这个明爱的专常学院 破格 升做 大学 圣方制国大学 就等这个行政长官 即是李家超拍板 其实大家都想到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多年 都不升做大学 现在升 多个位 对不对 大学的位是不同的 第一 香港多间大学 第二 当然是给自己人做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多年 明爱专上学院 都不升做大学 由现在才升做大学 香港就有很多大学 对不对 民建联 接到有16宗大湾区 难未扭求助 他们开了一个 人大政协 因为 李慧琼是人大政协 办事处 但是 接了16宗大湾区的 难未扭求助 他做了什么 只是帮你 协助你 告诉你 打去那个部门 最多就是做到这样 什么都没有做到 所以 我不知道现在 还有没有人去买大湾区的楼 但是 他改了 高铁 他改了高铁 希望你香港人 因为广州有很多地方 是没什么人的 大家知道广州很大 有些地方是没人的 就把高铁改到高铁南站 希望香港人 可以去买广州的地方 我认为机会就比较低了 所以 是 荣创又过了法院 给他债务 债务重做 这跟当年的恒大一样 他自然有办法 令到那些 即是境外债的债权人 就通过犯案 一定通过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 开会的话 重组 我有机会 取回一些钱 香港法院 大家都明白 对不对 打个电话 你就通过 你猜最后 两三年之后 是不是真的可以 还到钱 其实恒大一毛钱 都没有还 恒大境外债 我不知道境内债有没有 境外债基本上 一毛钱都没有还 你现在融创也是一样 你现在融创也是一样 没什么分别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红色那段 是现在开始施工 红色那段 是现在开始施工 去年的8月 通过施工团的审核 去年的9月 完成施工的 监理和招标工程 但是 没有说什么时候做完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一般香港人 坐高铁 最多去哪里 就是广州东 最多的 广州当然去过了 广州我去过 广州东去过 其实他现在说的 广州南站 我也去过 但是广州南站 我不是坐高铁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 有厂车我去 也拉到 佛山 大浪 大田 大家都知道 其实 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高铁 拉到 广州南站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做完这个 就是做完这个站 让大家可以 容易去广州南 其实广州南站 我去过没有什么人 比较少人的 一般真的是广州和广州东 广州东就不知道去过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 我想可能有100次去过 就是广州东 我想我可能有去过超过100次 而且广州南站 广州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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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已提醒现 如果香港人是在利展 基本上 使用 当时市场的反F 未必可以 我说真的 未必可以 你不要忘记现在你没有外资进来 香港人很多是在吃那些老板 你一看到内地 很多就是我朋友游泳式 六十多岁七十多岁 那些你想想他吃得多少 你拿过二千多元 就是这个津贴 你去多少次内地 当你那些 加上香港如果楼价下跌的话 我告诉你 香港楼价如果急速下跌 或者现在这样的跌 在一年后去内地消费 都可能会儿跋一跌 当然 如果一定要消费 那为何去内地?因为便宜一些 去内地一定便宜一些 但问题是 如果你的香港人本身的收入 都少了楼价下跌的话 这里也是一阵 整体都会收缩 不要看得这么乐观 但内地现在没办法 过一天只有一天 起码都有生意 大家可以看看 今个星期尾 现在没打风 大家可以看看 剩下的夜宾分 如果再开放 坦白说 前一两个星期 我在今早Patreon也有说 几十年来我去苗街 晚上9点多 我未见过苗街真的这么少人 我去到也下跳 小人到底怎么样 比我小孩更少 80年代晚上去苗街 小人真的这么夸张 你想想 零几年的时候 当时零几年 沙士的时候 我都有去苗街 比沙士更坏 那时候 沙士那段时间 我都有去过几次苗街 人是少一点 没有那么夸张 我前几个星期 晚上就走过去 9点多钟 嚇得我 我为什么真的这么少人 我未见过女人街这么少人 很夸张 我以为 去回我们小孩 我们小孩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都未试过这么少人 你想想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好 最后我们谈谈英国 英国 为什么美国佬不搞高铁 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美国佬真的搞高铁 我认为 已经是死定了 现在的英国高铁 只有一段做了 我们之前报道过 就是由伦敦 伦敦 伦敦 那路线 如果你现在说 缩下缩下缩下 连由伦敦 去曼特斯特 这条线都不搞 跟着北部线都不搞 那就是整条高铁 差不多发炎武功 就是搞到一段 好 那你说继续搞下去 我们之前也说过 现在做了这段 伦敦去伦敦 已经四百多亿英镑 你搞下去 分分钟还要七百多亿英镑 跟着你搞到北部 根本现在的淡 就是那个淡 就不知多大 那你叫伦敦 现在的问题就是 做又死不做又死 好了 你说不做 那之前那些白费 就是起了一段 出来就算了 好了 那你说继续做下去 如果做到中间难尾呢 大家知道新卫成是投行出身 是吧 投行出身 那些会计和财务那些 你过不了 就是他一定 就是比武尼蛇 你一看一条数据 你已经知道 一看一条数据 坦白说 你过多两三年 你估计经济环境 英国会好吗 我觉得不会 就是现在英国这些情况 没有五年时间 你都搞不定 告诉你 最少五年时间 你如果继续现在再起下去 你去哪里取得多七百亿 喂 大哥 英国不是有几亿人啊 大哥 你别搞错 英国不是有几亿人啊 是吧 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开始搞呢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就是我明白 有些组织说 喂 你这样就是自己弄爆自己 那你叫他怎么办 现在 等下说一句 又举债吗 你想想那时候 那个颠婆 那个迷你方 迷你预算方案 你一搞 英镑就跌到 妈妈里面 那你现在又举债吗 好了 你如果现在上马 我告诉你 你跟着 立刻就要举债了 那你怎么搞 是吧 我觉得新卫城 应该会不搞 如果我在这个 第一 如果我 如果我做 我根本就不会搞 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不会搞 你想想很多人 譬如 英国的英超万联 30家企业 或者团体 联储 去信新卫城 反对 不行 英国高铁 不可以缩减北部的路段 那怎么做下去呢 我想问一下 是吧 怎么做下去 我明白 很多人说 喂 如果我做好整条铁路 是有助英国的经济 对 没错 但你要做出来才行 你现在没有钱 怎么做 你全球的经济是这样 是吧 你现在整个欧洲 最差是英国 应该是 不算那些 鱼帽虾仔 你说有名的 那些 最差是英国 其实我贊成是不做的 你宁愿迟一点再搞 你如果地盘搞出来 那你怎么做下去呢 所以 美国佬就职 由头到尾 你没有听过美国佬说搞高铁 因为搞不定 你中国有多少高铁 我们去港洲南 深圳 上海 北京 天津 多人 你试试去其他地方 中间我们去那些 中间那些站 没有人的 很多站停车 是没有人的 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大站才有人 现在说那些什么鸿安新区 根本是鬼城 什么人都没有 整条中国的高铁 根本上是从来没有赚过钱的 只不过告诉别人 是大国挖起的 所以如果当时的英国 你问我 我是不会搞这个高铁 因为环境做不到 你除非真的很富裕 你看到整个国家 未来五年十年 你才可以搞 如果中国不是十几年前搞 现在难尾难到 妈都不认得 是吧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至 我们的网至 youtube 投资不记 美股十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至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至 十月份 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分析 然后我们会说 道指的母公司 周仔交易所 天厂公司 和香港的太古集团 我知道它是 英国的 香港 太古A 和太古B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帐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帐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了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台风今天在星期四 现在五点半 都是很弱的 应该就 对香港没什么威胁 祝大家周末愈化 大家记住 看我们的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 好吗? Bye